以事故被描述为轻度追尾 对此每天乘坐10号线往返的无痕非常不满 虽然没有造成人员就是伤亡什么的 但是你不能就是这样子不了了之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就是有必要去表达自己的声音 然后这样我的做法就是在第二天 我就就是戴上了头盔护具 然后就去坐地铁 然后拍了一张照片上转到微博上 那天就是这个微博被转载了很多次 估计十几万是吧 然后我觉得你有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你的愤怒 但是你可以把它做得好玩 它不一定非得是就是怒目金刚式的 而是在一个就是法律允许范围内 而且能够吸引更多眼球 能够让更多人产生公民 然后我觉得就是公民社会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在 就是进步起来的 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 李庆明在央校增加了一分钟的祈福仪式 每天清晨在巴赫民曲天空的旋律中 为国家强盛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祈祷 为灾难中的遇难者默哀 为遭遇困境的人祝福 他引导学生成立学生自主委员会 与老师校长平等对话 他取消小学生的家庭作业 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阅读 参与各种活动 一路走来 李庆明成了明星校长 公民校长 但是也引来了更大的争议 简直是冒天下是大不为 在这个公民教育过程 我经常被告发 去年这一年没停止过 挖落攻击什么 从来没停止过 这是我来的九年最凶猛的一年 当然我也说这是我学校做的最好的一年 如果签不到你们说的那个数字怎么办 我跟你说 你写这种倡议书 应该是百分八九十是签得到的 如果你刚才写那种 要留着李庆明校长 我可以站在那里说 有很多家的 巴不得他走 你们不知道 的确在央校 每年都有家长 因为成绩不理想 让孩子转身 而李庆明被截片的传言 也实有耳闻 如今 当传言成为现实 李庆明的公民教育 忍辱胚胎 却丧失了成长发育的场所 如果我在学校里 我肯定会做了 这个制度环境 应该没有大问题 但是在具体的推进过程中 可能还会有争议 首先我觉得我们中国 要制定一部 公民交易的促进法 在教育间里面形成 一个共识 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要去做公民交易 怎么去做 同一个法律的形式来促进 适合中国学校需要的 公民课本 在现阶段 至少要整合这三种资源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 社会主义的教育的资源 和西方普世价值的资源 把这三种东西整合得一块 所以它具有操作性和现实性 公民交易呢 其实它与整个社会的这种 政治改革的这种进程 是密切相关的 应该来讲 政治改革以后 对这个权力进行约束 发挥我们公民啊 社会的这种 更大的作用 那么到那个时候 可能开展公民交易呢 更为容易 我对这个前景还是蛮乐观的 这不肯定赚 李强 我今天应该是送年十二年 他以前是经常不写作业的 但是他现在已经在慢慢地写作业了 我们再进行一次表辑好不好 大家好 那大家说一说 过家感情 谢谢大家 这是最后一次跟你们唱歌了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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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为解放儿童 以及自我拯救而奋斗 是在接续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曾经中断了的精神渲满 是在做前无古人 但可以去未来的教育实验 他当然是给我们自豪 道别的时刻已经来临 那时空搁断我们之间的很大的情急 我将与你们同堂 天佑央校 天佑央校所有的孩子 一棵树要动 一棵树 一朵云 推动 一朵云 一个灵魂 唤醒 另一个灵魂 一个灵魂 就是 一片天空